那么这个火一般是人生存的本能 人类求救求生的最后的最便宜的最可用的一个工具 它有无尽的延伸 据说昨天四川包括和园的广西的 还有昨天是牡丹江的 还有福建的 包括昨天是在宁波的这几期火灾 绝大多数已经认定全是人为的 为什么他在屋里待着不让他下来 几个月了他只有跳楼 他没办法 那他就把被子啥就给点着了 他点着不是要烧你不要搞错了 据说新疆也有这个传说 但没有人证实 他家死人了 妈妈死了 舅舅死了 还有一个是自己的孩子 就在那块有那个癫痫病抽风 他喊了一天门搭理他 他说家里死人了 我已经死了 孩子癫痫了 救救我 救救我 就整个小区也没人管 这种冷漠 楼洞也没人管 他也出不去 他只有跳楼 他没办法 他说救救我就把被子点着 点着说你们救救我 救救我 一点着被子 结果被子把他给家给烧了 整个楼洞也烧了 四川的整个这个合园街 听说就是一样 喊救命救命 我家死人了 还有喊生孩子的 门儿管啊 那他就把被子点着了 点着是告诉你 我求救的信号 像长城烽火台一样 结果烽火台失控了 把整个楼烧了